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纪》第十一章 约伯纪第十一章 南马人所法回答说 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 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 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 你细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 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捷径 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 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 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 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呢? 其量比地长,比海宽 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 谁能阻挡他呢? 他本知道虚妄的人 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手无所不见 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 人生在世,好像也驴的鞠子 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 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 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 你也必兼顾,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 虽有黑暗,仍向早晨 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 也必思维寻察,坦然安息 你躺卧无人惊吓 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 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 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 亲爱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了叶博剧第十一章 叶博在上帝的面前确确的爱好 但是在无灾无恙的叶博的朋友的眼中 他们认为叶博实在是恬不知识 精感的喊烟,喊到这位公寓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们三位朋友心中已经断定的叶博遭受苦难 是因为罪有应得的 那么叶博竟然还是不快快的悔改 还敢在上帝的面前这么的猖狂 那么叶博的第三位朋友说法 他就发言 他很强烈的表明 他对叶博非常非常的不满 但很直接的 很不给面子的叶博 直接的谴责叶博 叶博你是知以为意的 他说叶博 你这许多原因 岂不该回答吗 你是多嘴多嘶的人 岂可称为意吗 你夸大的话 岂能使人不作声吗 你喜笑的时候 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 我们从这些话里面 我们看到 说法真的是又很粗鲁 也很坚密 那即使身心灵都 完好没有问题的人 听到之后 其实当你在读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不服气 你也觉得也很承受不了 更何况当时 叶博是受苦煎熬 得痛不一生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叶博听到的时候 他的心有多么伤痛 他本来以为说朋友来 就是要鼓励他 没有想到每一个朋友来 就好像拿刀 拿机关枪 来跟他完全扫射 所以 所法完全忘记了 他本来来 就是要安慰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来 他却是处处逼人 唯恐法官的言辞 他站在法官的角度 来责背 来责骂受苦的叶博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人 真的是很自以为意 站在自以为意的角度 来判断 来论断 我们的朋友们 那么 人受时间空间的 这个限制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叶博的朋友 他们没有办法 看清楚叶博的实情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所能理解的 只不过是部分的真理 或者我们可以说 是相对的真理 而非是绝对的真理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看法 看得太高 那么我们就以为 自己的见解 只是绝对的真理 那就是把自己 当成上帝了 所以 叶博的第三位朋友 所法 他就是这样 他绝对 在某一些角度 所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呢 所法的话 就是很严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用的角度 就是站在神的角度 站在法官的角度 来判断 来论断叶博 所法对上帝的认识的角度 和叶博所认识上帝的角度 有很多的不同 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环境跟心境 其实也不一样 那所法呢 是高举上帝 是一位公义和全职的神 他认为人受苦 一定是犯罪的结果 然后呢 所以他就批评叶博 说叶博 你是空虚的人 你是毫无知识的人 你就像一个 世上的远离的离子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这话讲出来是很严重的 就像我们在骂一位 很单纯的小朋友 就好像所谓 我们华人有句话说 牛圈到北京 还是牛 那么所法就好像一个长辈 在教训小辈 跟晚辈一样 他一直在骂 一直在开打 骂叶博 你是单纯 是无知的 好像野离 剩下来的小野离一样 真的是死心不改 所以呢 叶博的三位朋友 他们自发表自己 对叶博的苦难的看法 他们都一口认定 咬定叶博的苦难 必定是犯罪的结果 那但是呢 以立法呢 他确实 因为他比较年长 他说话也比较委婉一点 但是这位年轻的手法 就很建立 很独断 他甚至一开口 就指口端言 叶博是恶人 叶博你如果不悔改 你肯定会前途 就会走向死亡 你没有路好走的 你就要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句话 都像利剑一样 狠狠地刺向叶博的心 弟兄姐妹 有时候 我们最好的朋友说话 也只是很伤人的 其实比敌人还要凶 还要狠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口中的言语 我们要知道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来 我们就是要遭救人 鼓励人 安慰人 而不是要高级我们自己 然后贬低别人 就比方说 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们 他们因为不认识神 他们是拜拜的 但是呢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说 嘿朋友 怎么你这么傻 你去拜一块石头 嘿朋友 怎么你去拜魔鬼 你知道吗 以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来说 他听到之后 他肯定会生气 他肯定会把他的心门关了起来 所以你要再跟他讲 有关于神的恩典跟祝福的时候 他完全听不下 他也可能到一个地步 跟你断绝朋友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用一个很高姿态 法官 这个来审判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或者不小心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审判别人的时候 反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到了 这些弟兄或者是朋友们 反而我们却贬低了他们 审判了他们 那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以祷告来回应上帝 亲爱的主 我们今天早晨 谢谢你透过 约伯记第十一章 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反思 我们很感谢你 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但是不代表 我们是法官 也不代表 我们是一位 可以站在上帝的角度 随意论断跟批评人 主要帮助我们 无论在什么情况 让我们学习谦卑 每次我们要鼓励帮助朋友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站在 比别人高一等的姿态 来论断别人 来判断别人 说别人的错 是的 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 跟亲人可能还未认识主 但是是因为他们不晓得 所以他们不知道 也不是他们故意 不要去敬拜真实 所以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用一个很宣卑的心 用上帝所给的一个爱心 来帮助这些朋友 来帮助这些亲人 为他们祷告 然后用爱心来带领他们 来引领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心中 若有自己唯一的心态的话 求主 你把这样的心态拿走 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 随时帮助朋友的时候 真的是用鼓励 遭救安慰千美的话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